多倫多疲順國際機場第二最繁忙跑道的維修工程 今日正式展開 預計需時至少8個月 何家碧報道 聯邦運輸部長艾成智 聯同大多倫多機場管理局主席兼總裁佛林特 參與動工儀式 這個類型的補充項項目 會成為我們歷史上的最大廣位補充項目 進行修復工程的06L24R跑道 建於1960年 全長3公里由於天氣因素、使用時間 和運營土結構磨損等需要全面維修 預計完成後可以再使用多30年 今次工程會以環保施工方案進行 使用循環再造的物料 並且增加1800個LED燈 有助提高安全並減碳 自從放寬入境防疫限制以來 機場逐漸恢復繁忙 而工程進行期間 機場附近社區可能會聽到更多飛機噪音